嗨 大家好 我是冰冰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顾名思义是参照农历所定制的 由于运算非常复杂 所以大家总是在跨完年后搜寻农历新年是哪些 为了放一周的假 你在年前疯狂假扮忙到昏天暗地 思考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了什么 啊 都是为了钱啊 你挑了一个不会有强肥的大白天领出所有积蓄 带着领出来的钱去购买粮食 明明平常不喜欢的也放入购物来 因为是过年嘛 另外 还添购了新衣服 新鞋子 而传统派的则会花时间打扫家里 你去上棍子上面 为什么非要在这时候打扫出 这是肉吸 也行废除 除夕 新年的前一天也是一年的尾声 生怕饿死的你敢在超市关门前夜去补货一次 回来后 关心妈妈的年菜制作进度如何 给一次当品 不够钱啊 要再加一点盐 我们间的年菜没有固定 只要看起来丰盛就好 唯一固定菜色是佛跳墙 据说这道菜发明时 想到隔壁河上闻到的翻墙而来 对我们这种不爱吃的 这道菜不过就是高级的大杂烩 吃饱 喝足后 看着电视节目 台湾节目看得一样 就转去对爱上超浮夸的央视剧 看主持人歌颂共产主义 最后十分钟你转回有线电视 看着曾经是世界第一高楼 变成大型广告刊版一边倒数 然后不带感情的道贺 从年初已经不知道讲了几次的新年快乐 初一 新春第一天开始 三不五时就会听到鞭炮声 这些艺燃物非常容易取得 路边或是文具店都有卖 鞭炮主要分两类 无害等仙女棒 低个点燃的通常会被大家借过 等大家隐燃后你的也杀完了 其他不可控的像是冲天炮跟蝴蝶炮 隐燃后爆炸路径都是不可预测的 没看过蝴蝶的都市小孩 心里想着这辈子 绝对不要招惹蝴蝶 鞭炮是小孩玩的 大人在这一天会去地方庙宇想投降 祈求一整年的好日 初二回娘家 会出现几百年才见一次的亲戚 给你叫大金 大金包 因为当过晚辈知道哪些问题很讨厌 所以我当长辈后都不会问那些老套的问题 小朋友小的时候都很可爱 也很容易讨好 慢慢的他们会茁壮成为青少年后面目全非 穿着你不懂的时尚 青春期的他们又高又冷 也不知道还可以跟他们聊什么 所以你还会玩战斗陀螺吗 还好还有麻将这种桌游可以化解很多尴尬 但我一年才玩一次 每次玩都要重新许 很生气的一排啊 初二这天我们也开始会发红包 小朋友一律都包六百 就跟几十年前我拿到的一样没涨价过 换算下来 现在的六百元价值只有四百八十六元 红包走的只是一个形式 大家都知道会被妈妈拿走 就像多年和我看了存折翻 后账户里面走二十八元 初三跟初四 由于多日的涣散 已经开始丧失时间感 整天只要问妈妈 是什么 前几天吃过的菜肴 开始以各种面貌重新投胎 原本是以佛跳墙吃到生一点食 还有点汤咧 妈妈加料后被煮成了火锅 吃到生一点食 这时妈妈又说 还有点汤咧 妈妈加入冬粉 又变成了一道粉丝宝 在家就是一直吃吃吃 而外向的人这时会开始到处玩 空气中洋溢着喜悦与病毒 此时的服务业连日操劳提力 达到极限 嘴上说的新年快乐心里却是 初开工大吉 甚至换老板开始放到 这处陆续回到工作岗位 还没开工的社畜 则是进入一种禅定状态 这几天的快乐时光 都是一场梦吗 不过 不是梦 这多长出来的肉都是真的 你突然想起年初许下的愿望 是减下五公斤 但被延到了农历年后 你再度坚定的许下的新年新希望 是减下五公斤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一年来谢谢大家的支持 虎年也请多多关照 作为一个创作者 虽然关注着订阅数 跟按赞数很肤小 但看到浏览次数高走是高兴的 喜欢我的作品 也请不吝啬帮我按赞分享 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最后不免苏 祝大家一次新年快乐 五年也祝各位赞助 小可爱吉祥如意 大家赚大钱发大台 西米许 鬼屋女小女孩 牛命女玩程照照照 秋 追会开飞机 猪猪屁蜜都是爱哭 baby 56 妈妈爱唱 古风高的奇奇 VVD VOLBO 猪猪狭 在阳中开好帅 觉得比较超赞的 神大怒猪猪猪蜜蜜 哈迪 活着雅木 阿语光是小胖 暂时 一只光光飞下 永远地活在这里 全场的阿猫 WSY873 素人或是怪孩子 生命力是世界部 可爱的可存在 阿女精超成功 真脚不热烈 阿语阿语 小饿 又乐开花 harder 多飘